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主著先佛为福佑帝君与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将 十三 姓礼篇 天命继位姓 故姓乃秉承于天也 所谓物各有其至 有其生者 各随其生而聚特至 为之姓也 离乃至会也 能够事物穷其一礼 则可不受蒙蔽 乃至诸朗献也 此为姓礼之一节也 然则修道子为何必须具备性理呢 因为物各有其性 人为万物之灵 一乃生物 故意有其性也 既有其性 不免有所分歧 战国周时有将性理之学 演成三大家之说 一为孟子所主张之性本善论 二为告子所主张之性 无善不善论 三为寻子所主张之性本恶论 此乃各家理论 以先天秉承 后天习染为基础 而所衍生之理论 而且更有许多言论主张性随人转 或父物改变等 一时百家争明 分论一臣 为君未得作传世之理也 以忠庸天命之畏性而言 乃为传世不断而甚受肯定之论 可以明证人性受之于天 既曰受之于天 则人性当为至善 待无一意也 众生须名乎此离 时有父我真如之远利 因先天致性受后天污染避祸 所偏离之人性必须加以修寒 一即去除后天所附加的不良嗜好 而原明地回复真如的天性 修道子必须物理 此乃智慧与否的真正关键也 无前举一例 当一个道子在道成的修行之中 如果接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怎样才能去辩判他的理论似是而非 这就是智慧了 佛堂佛规中有规界盲从下练 在诸道场中 各前辈道子一军努力去纠正这个缺失 正是以表明理解这个课目过程是何其重要 假设说一个道子在道成中受到了波折错考 如果有人给予智慧而明确的开导 那么他将能够坚定道心 比如说道子受因果报之夜考 而有前辈者给予明确的开示 或者引导向正确解开果报的枷锁 那么不但有助于各个道子的道心 更因此加倍对道的体认而一加书成红道 修道 反之 没有人给予正确的开导 则当事人可能因此认为修道的辛苦及解难 恐怕因此而退道心 这就是智慧的重要了 性里包含了之所由来的天性及后天的智慧 能所知性 即所为孟子尽心篇所云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 则知天已 以知性而知天 即为明其所本 而以此行也 众生能知本性之由来 而可发挥其至善 纵然落于后天 受诸事相知染化 亦能尽知以心修寒意志而遵循 以至达道性理荣成 则大有助益于修道子之道成精进也 一 能尽知以心修寒意志而遵循 以至达道性理荣成 则大有助益于修道子之道成精进也 二 要关怀于鼓励同修 不要让大家退失道心 三 望天下道中修伴道人 可以阅读此书 更加明白天心 更能度化众生求道 修道 亲口 伴道 得道 成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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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一致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